好,那我们微分已经讲完了 所以各位同学可能要赶快复习一下 应该是下下礼拜期中考,对不对? 那原本我预计是期中前一周考试 但是现在看起来进度比较适合其中当周考试 所以我们还是其中当周考试就好 那当周考的话也就是下下周 那下下周考试 所以我们预计今天会把积分至少讲到一半 然后下周把它讲完 不过可能会更快 我觉得有可能进度可以在今天就把积分讲完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积分 那积分,各位应该从第一章我们就讲过 它是算面积 那怎么算面积呢? OK,如果我们用很多的方格去逼近某个曲线 这时候这些方格所加总的面积 就是这个曲线的面积 那我建议各位把电脑萤幕都关掉 那其实在这个时代哦 你的萤幕会干扰你 有很多东西会干扰你 手机会干扰你 所以非常建议各位 我不会强制这样做啦 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没有意义 这样强制做的意义 就丧失了它 就是真正各位 如果你真的不想上这门课 跟我讲 直接讲 那不用来 我只要你告诉我 然后呢 你告诉我一种评价方式 怎么样评价你在这门课上表现 然后我们就 我同意了 我们就这样子来走 那你根本不需要来上课 那同样的如果你今天呢 觉得在这边是浪费时间 其实你大可直接走出去 直接走出去 我们没有点名 OK 所以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这样也没有意义 那如果各位呢 其中考之后发现你考的不好 OK 但是你觉得你还是 我这门课我还是 还是有上啊 我还是觉得说 我有努力在修 但是呢 我就是考的不好 其实没有关系 你可以告诉我说 OK 那 你哪里 其中考的时候哪个地方错 什么样的地方错了 但是你考几分 有很多时候 我们所处在的环境 他会不断用一种 评价方式来评价 举个例子 我们老师也接受评价 但是你会觉得那种评价方式 完全不合理 一点道理都没有 比如说 考试本来就是一种 不是很合理的评价 同学的方式 那你要不要接受这种评价 我们还是会考试 所以大部分很多人 你预设还是会接受这种评价 但是 如果你觉得我自己 根本就不应该被这样评价 请你直接告诉我 我们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评价 那也请你提出一个我们评价你的方式 让我们用你自己的想法 你自己的感受 我们用用心去评价你这个人 在正门课上面的表现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所使用的 考试评价方式 对你来讲不适合 请你一定要告诉我 但是你不要等到期中考完 然后期末考最后的时候 再来告诉我 那时候我不接受 你要告诉我 你现在就要告诉我 你提前告诉我 期中考 考完你告诉我 OK你考的不好 你告诉我 但是等到最后一周 你再来告诉我 我不接受 因为 所以 我觉得这样子 你没有 没有花心思 真正告诉我 怎么样子去做 做对你适合的评价 你要花心思 在这一点上面 我们可以接受 但是 等到一切都已成定局的时候 我们不接受 OK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呢 我建议各位 直接把荧幕按掉 请你把你的荧幕按掉 就是 荧幕现在是亮 对 你按一下它就 它就按掉 好吗 我不想看到任何人 在 课堂上 然后呢 不断的 上网 或干嘛 现在 你不需要看着电子书 因为电子书 就已经在 上面 但是 如果 你觉得 这些东西 你都会了 那 我允许你 可以 做自己的事 你想做自己的事的人 请集中到那一排去 好吗 现在就可以动作 否则 这几排的荧幕 我要看到 都是按 集中到那一排去 你可以做自己的事 好 看不到字 好 请做到前面来 好 做做这一个位置 好 那 有很多同学会觉得 我们教室的位置有问题 那 看不太清楚 但是 其实 前面都没人做 OK 如果我们今天已经做满了 你看不到 那是正常 就是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调出一个适当的空间 其实做这边会更好 做这边会更好 因为 更近绝对不会看不到字 而且这边会有电脑荧幕挡住 所以 做这边会更好 那几个位置 其实都没有人 会非常适合 直接看到荧幕字会很大 那如果字 荧幕真的太小 你也可以告诉我 我下次把这个字形调大一点 就是画面的字形调大一点 好 所以 我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你可以提出自己的评价方式 那我们讨论之后 怎么样子 用那种评价方式来评价你 OK 这请各位记住 我们 不会是一个非常硬性的评价方式 但是 最后学校规定 我们一定要有个成绩 必须要有个成绩 所以呢 这一点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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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体制底下 你还是必须要 必须要 让我们可以给你一个成绩 OK OK 否则的话 这个学历 你可以找到一个工作 或者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 因为现在学历本来就贬值得很严重 没有太大的价值 OK 但是 我觉得 我觉得在 现在的环境里面 台湾 台湾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社会 但它成熟的状况就有点像日本 那 像日本的情况之下 这种成熟的社会的结果 你会看到的是 制度 有了 合不合理 反正就是这样乱 那 当你觉得不合理的时候怎么办 有没有 有没有空间 可以让你 去 用另外一种方式的走法 那 每一个老师不一样 我 可以给各位 空间 去走 那 别的老师不见得 他可以接受这样子的方式 OK 那 同样的我 我告诉各位 像最近 我们每几年都要做一次评价 然后填 一些表格 那 那些表格呢 我觉得 荒妙无比 但是 你要不要接受这样的评价 还是得要接受 什么样的表格 我觉得荒妙无比 比如说 我们要接受评价说 OK 你在教学 在研究 在服务上面 是不是三项 都达到某种的成绩 好 那他的评价怎么做呢 就是 你有没有接行政主管 有的话就加分 你有没有写论文 有的话就加分 你带了几个研究生 有的话就加分 然后呢 有没有去你们的宿舍 做访问 有的话就加分 有的话就加分 好 那 到最后呢 其实大家都在 OK 这些事情 他用制度 来要求你 你要做 你要不要做 有很多事情 我觉得 没有意义 没有道理 或者是对我来讲 不适合的 我决定现在不做 那但是 当我不做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必须要承担 那个后果 所以 今年我好像不用 接受评价 因为 本来昨天 他寄了一封 这个东西给我 然后想说 好吧 那填一点 后来越填 越觉得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真的填不下去 那 所以呢 我就回了一封信 结果主任跟我说 我今年好像不用接受评价 只有赵老师要 好 那OK 可是 我觉得 针对这一点 我可能会 重新想 这件事情 那今天早上 我跟 成大的苏文玉老师 在Facebook聊天 我没有聊到一件事 就说 这评价 那 我就把那个表格 直接po到Facebook上面 然后就有一些 朋友 来问 来看说 对啊 我们也是受到这种评价 真的是 然后 就会说 一切都是人事事的阴谋 之类的 但是 当 你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 那个苏文玉老师就跟我说 他 已经 已经拒绝填这份表格 那我就很好奇啊 我就觉得说 OK 那你拒绝之后 他们怎么处理 他没有跟我说他们怎么处理 他只说 反正他也不在意啊 如果 哪一天 他被开除了 他就去学校前面 卖布丁 好 那我就说 那我加一好了 我卖奶茶 好 好 那但是 你会看到说 OK 学校要评价你 这是学校 他们认为说 OK 总要有个评价方式吧 但是他们想不出一个好的评价方式 而且每一个人 所想要的评价方式 或者说 对每一个人 完全适用的评价方式 其实 绝对是扼杀你的个人特质 那这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处理 所以早上我就要想到一点说 OK 那 今年不管要不要 我决定帮自己做一份 评价的 应该不叫评价 就是说 自我评价的一个报告书 那这个报告书做什么用呢 就是 用 我想要的角度 来看自己这几年做的什么事 OK 那如果 我觉得 这几年我做的事情 我温馨无愧 那我把这一份提上去 希望 上面的人 用心来看你 这一份评价 而不是用那种自视的表格 一条一条 打勾打差 的那种东西 来评价一个人 OK 那但是做了这样的事情 我就必须要接受 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 如果上面不同意 那 他最后呢 还是决定说 OK你每天这份表格 所以你的评价是零 然后把你开除了 那我接受 OK 我就必须要接受 这样的后果 但是我接受不代表我妥协 我接受了 但是 我还是可以 跟他讲 这不合理 我还是可以 上法院说 这不合理 干嘛的 但是我接受 因为我做了这样的动作 我必须要接受 这样的后果 OK 但是 我觉得 在这个时代 我觉得我们比较 我比较欣赏 至少不是我们 用我们好像很奇怪 至少我比较欣赏的是一种同学 我很少看到这样的同学 他敢告诉我说 老师你 你讲的东西 我觉得没有用 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你提出来 然后呢 他自己去 网路上 或各个方式 找到他认为有用 有价值的 对他来讲有意义的资源 然后 把那个东西学好 然后你可以告诉我说 OK 你这门课呢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这辈子可能用不到 我这辈子可能没有价值 但我可以跟你讨论 你想往哪边走 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人生的梦想是什么 你未来打算怎么样 那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某些事情或许 或许你的想法 我们会觉得 这样很好 另外一些事情就我们的人生经验 我们可能会告诉你说 OK 当你想要到这一步的时候 中间可能 会需要经过哪些步骤 这些每一步骤 是不是跟你 现在在学校学到的某些东西 会有关联 我们应该帮你构筑一些 就是说 在我们人生经验上面 已经碰过的东西 那些东西就是你要过河的一些石头 你可以踩着那些石头才可以过河 但年轻人有一个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是说 大家其实 我总有 很大的勇气 去做一些 可能比较年长的人认为 这样子是不治的 是危险的 或干嘛的 其实青春期本来就有个功能 为什么你青春期会有叛逆的状况出现 让你脱离你的家庭 让你脱离你的环境 让你走出一个比较不同的路 OK 那 现在我们的体制往往就要求 大家要走同一条路 这是不好的 会把整个社会的环境创意都压死 但是 当你想要在体制内告诉人家说 我想要走一个不同的路的时候 同样的你必须要承受那个 后果 你必须要有一些 决心和勇气 那你就要冒那个险 但是 你冒的险越大 往往你得到的越多 那我们要不要冒这个险 要看各位自己 那以我而言的话 很多地方我不走体制的东西 但是 我还是有点妥协 为什么我要写一份报告书 因为 我觉得现在的方法是不对的 所以我写一份报告书 告诉大家说 OK 这是适合我的方法 学校是不是可以 用另外一种方法 让每个老师去陈述他自己 这几年来的 就是他花心思在哪里 他花了多少力气 在做什么事情 他对教育的理想是什么 之类的这些事情 呈现出来 我觉得那个 我觉得那个 比 舔一份 打勾打差的表格 有意义多了 OK 所以 如果 你希望说有一种 适合你的评价方式 请一定要告诉我 我们会 我们会 让你尽可能的 有一种非常 至少你能够提出来的评价方式 然后我们也觉得 他在这门课上面是恰当 我们就可以用他来 对你进行评价 就不用 你甚至可以告诉我说 那我不用考其中考 可以啊 不用考其末考 可以啊 那我们就用那种方式来进行 但是如果你没有提出来 那我们就是考其中考 按其末考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积分 那我刚刚已经讲过 我们允许你可以上网 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些你都懂了 不要浪费时间 直接坐到那边去 好吧 开机就狂玩 没关系 但是你不要给我玩电动就可以了 好 你可以上网 你可以上MOC 你可以上网学回积分 干嘛的 或者上网学另外一门课 OK的 都没有问题 做到那一排去 好 或者是空间不够 这一排也可以 那我看得到的地方 我不希望说 萤幕是在闪 好OK 我们来看一下 回归主题 积分 好积分到底做什么呢 算面积 我刚刚我们看过了 算面积 好那 怎么样算面积呢 各位还记得开学的时候 我们有给各位一些 一些比较哲学的问题 像 那一题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还有很少有人 答得很好的 像那个 资诺悖论的那个东西 OK 那 那个东西 我好像还没有 我后来发现有一些人在补上去 但是补的部分我还没有仔细看 那原则上你应该可以用微积分写得好 如果你用极限的方式写 应该 会更 更数学 的来 反驳那个 资诺的那些悖论 OK 好那 所以整个微积分其实建构在极限 为什么建构在极限 因为它建构在一个时数空间 连续空间上面 连续空间上面 你说很小很小很小 不够 很小很小很小 总还是有个宽度 那所以当你用极限的概念的时候 就说 OK这个很小很小很小已经变成一种 无限小 所以 理论上它没有宽度 但是它整个算出来却有面积 对啊 OK这就是微积分 比较玄妙的地方 理论上没有宽度的东西 全部加起来却有面积 极限也是一样 微分也是一样 理论上你不可能取无限小的切线 但是呢 当我们把limit ΔS趋近0 这种概念放进来之后 它就会逼近 OK那你用电脑算 你永远算不出那个理论上无限小的东西 因为电脑的 实数浮点数的表达就是有限的 好 你知道吗 要表达无限小就要用无限多的空间 那是做不到的 OK 好 所以 反过来积分 我们会用这种离慢逼近法 离慢逼近法去夹挤 然后把它变成长条是无限细的情况之下 然后 算出一个越来越接近的面积 那个越来越接近面积的极限 就是积分 OK 所以呢 我们可以写一个算式来算这些长条状的面积总和 怎么样的算式呢 举个例子 我们k等1到n 就说我总共有n个长条 然后呢 fck就是这个每个长条里面我取一个点 算 就算这个长条的高度 这个点不一定是左边的点 也不一定是右边的点 但是一定是在长条里面的这个点 OK 然后呢 乘以delta sk 就是那个长条的宽度 全部加起来 就是它的离慢合 好 这种方法称为离慢积分法 好 那透过这个离慢积分法呢 如果我们 把这个加总式 把它推到极限 那会怎么样 你把加总式 推到极限 那就是 integration a到b OK 然后fsds 这个符号 代表的其实 是这个定义式 所以 当你看到维基分 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 一直都在 告诉你一件事 回到定义 ds分之dfs 是什么意思 回到定义 ok ds分之dsin s 为什么是那样 回到定义 整个写出来之后 你有没有办法用什么样的 数学公式 或者是其他领域的东西 把它纳进来之后 把这个问题解掉 回到定义的那个问题解掉 你就得到了它真正的算式 那同样的 积分也是 回到定义就是limit N区近无限大 k等于1到n fck 这个ck就是dk个长条 里面的那个f值 乘以dsk 那这种上下线 上下线 a和b都固定的 就都确定下来的这种东西 就称为定积分 那这种定积分 是属于 比较简单的 但是后面有一个不定积分 其实不定积分也是从定积分来 只是说它上下线就不写 a和b不写 那这时候就变成一个叫不定积分的东西 那在这里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式子里面 有一个地方不好做 什么地方不好做 就是这个ck ck它只规定说在长条的里面 但是没有规定在哪一边 ok 这时候你就 就没有办法写成程式 因为我不确定的地方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如果要把它写成程式 我们可以用数值积分的方法 那用数值积分的方法 ok 我们干脆把这个dsk全部规定成一样 长条的宽度都一样大 然后呢 ds就变成n分之b-a b-a除以n分 那当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那这一个式子 刚刚那个式子就变成这个式子 变成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极限式给算出来 好 那这个东西你可以写成程式 但是在这一章的最后 有程式 当你写成程式的时候 其实那个程式大概没几行 30行左右应该就可以写完 用式语言30行左右就可以写完 这样一个程式 那既然有程式的 是不是代表这个东西不用写 你会发现在后面 像复利的转换这种东西 你如果想要写出它的程式 你必须要对 微分和积分的概念很清楚 你才能够理解什么叫复利的转换 OK 那你才能够写那边的程式 但是写那边的程式 跟写这边的程式 是完全不一样 写法 那已经变成理论上 推导到某个程度 把那些东西总和变成结果 然后再用那个结果来写程式 就差异很大 所以你会写这个数值积分的程式 不代表你会写复利的转换的程式 差很多 那积分的符号 这个也是莱布尼茨所创的 Ds分之Dfs那是莱布尼茨所创的 这个integrationA到BfsDs 这也是莱布尼茨所创的 他创的这两个符号 基本上是维基分里面最长最长被使用的符号 OK 那这个是上线 这个是下线 这个叫integration 那通常如果你用一种叫lattest的数学式的话 你会写斜线int就代表这个符号 那这里fs就是那个函数 被积分的函数 Ds就是说我现在是对哪一个变数做积分 有时候如果我有好几个变数 叫fsyz 这时候我写Ds就代表先对x做积分 然后后面再Dy就再对y做积分 后面再Dz再对z做积分 那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单变数 所以你通常只会在最后看到一个ds 但是不代表这个可以去掉 因为在多变数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写这个会有不同的 OK 所以这个东西会一直留着 一直到多变数为止 好那整体来看的话 它就是fs从a到b的那条曲线以下的面积 那如果 如果它在 它那个曲线在0的这个条水平线之下 那个面积就算负的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定积分的定义 integrationa到b 然后fsds 其实它的定义就是limitΔs趋近于0 k等于1到nfskΔsk 所以如果我们出题 请你从定义开始算 那你就不能直接把这个积分式算出来给我 你就必须要回到这个limit极限式 然后再去算 把过程写出来给我 清楚吗 好那积分到底有什么特性呢 积分的特性以定积分而言 一个函数f跟另外一个函数g相加 之后那个函数的积分 就等于两个分开的相加 如果前面再乘以α和β 那一样它可以前面再乘以α和β 那积分有一个可加性就是 如果我从a寄到c 那其实我可以把它先从a寄到b 再从b寄到c 因为算面积嘛 我从要算整块 那我中间切一半 两个加起来还是可以的 那相反性就是 如果我从a寄到b 跟从b寄到a 两个是相反 b寄到a的话 每一个段的Δs是负的 是负的所以它会变成有负号 ok所以会相反 那07分就是 我如果从a寄到a 不管你怎么寄都是0 从a到a那就只有一条无线细的线 那无线细的线就趋近于0 ok所以这个是07分 那有界性就是 如果你一个函数 它的最高点 在这边 最低点在这边 ok那最高和最低 之间的面积 最高的面积算出来 一定比整个函数的 的积分更大 最低的面积算出来 一定比整个函数的积分更小 ok 好所以这叫有界性 那另外一个是均值定理 有了有界性之后 你就可以导出均值定理 就是如果要算这个面积 那从最低的那边 到最高的这边 之间一定有一个点 那个点呢 所成的那个长方形的面积 刚好就是你曲线的面积 这是均值定理 好接下来要来看的 前面这些定理呢 基本上你后面都会 都会用到但是 它不是不是维积分里面最关键的 那维积分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定理 叫做维积分基本定理 好 这个是整个维积分的核心 维积分基本定理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积分是我表示成 A到S 这里我为什么不用S 因为会跟这个S冲突 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个S 所以我们用FTDT 那这边G到X 这样就不会冲突 那这个A是个常数 OK 那这时候呢我们说 我们把上界本来A到B AG到B的变成AG到S 这样S是代表一个变数 那这时候我们把这一个积分函数 称为F大FS 大FS 那这个大FS呢 如果我们再把它维分 会怎么样 也就是说积完之后再维 当你把它积完之后再维的时候 会回到原本的FS 这个称为维积分基本定理 怎么证明呢 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讲了 这边F'X呢 OK 它其实代表的是这个式子 OK 那所以其实回到定义 F'X呢 根据Plant 就是FS是一个某个 就是这个积分式 FS是这个积分式 回到维积分的定义 维分是什么的定义 维分是什么 就是Limit Delta S 趋近于0 Delta S 分之F S加Delta S 减FS OK 那下课时间 我们把这一个 先下完课 下一堂课我们再来讲这个证明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就说别说 在这边 银子里面 是否则 我们再来讲这个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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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其实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先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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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